DNA定序 这里介绍三种DNA定序方法 Maxim Gilbert化学断裂法 Sangerland中止法 以及NGS次世代定序法 Maxim Gilbert化学断裂法 这个方法先以放射性032标示双骨DNA片段的两个五块端 再将双骨DNA变性成两个单骨DNA 以胶体电勇分离后分别回收 接着将每骨DNA样本分成四份 分别进行剪辑的修饰 每一管内只进行一种修饰 且控制反应时间 让修饰只发生在每骨样本的一个位置 然后让DNA从被修饰过的剪辑处断开 得到一系列长度不同的DNA片段 再利用胶体电勇 让DNA片段依照大小排开 最小的在下 电勇后的胶体以底片曝光后 只有从032标示的五块端开始的片段 可以被侦测到 比较四种处理的结果 即可依序由下到上读出剪辑序列 得知整股DNA块端到三块端的序列